美人心计 狂骗三意 身材苗条 穿着打扮考究 再加上气质不俗 初见正丽的人还以为她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 实际上她今年已经四十一岁 正丽1973年 出生于上海某钢铁公司中层干部家庭 家境状况相比常人十分优越 她自幼天资聪慧 不仅能够善舞 还有绘画 弹钢琴等诸多特长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 是个货真价实的才女 高中毕业后 正丽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 令小姐妹们羡慕不已 父亲曾自豪地对朋友说 正丽这孩子从小性格好强 自己和妻子工作太忙 又要照顾小女儿 所以平时对她的照顾比较少 从小到大 生活 读书 包括考大学 都是正丽自己照顾自己 不仅如此 她还热衷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有着出色的协调组织能力 大学毕业后 学习成绩一流 又善于社交的正丽 没有利用父亲的任何关系 就进入了某银行外汇科工作 本来她的业务水平不错 还深受领导欣赏 怎奈她觉得在国有企业工作薪水太低 在这里仅仅干了两年便主动离职 此后 正丽又通过猎头公司推荐 跳槽到香港一家金融企业上海分公司当经理 虽然收入比过去增加近三倍 但正丽因为平时经常和一些大款接触 看到他们住洋房 开豪车 以及花钱时的那种潇洒劲儿 她顿时感到自己仍然是个穷光蛋 2003年 正丽开了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名为上海银河 并自认总经理 既然当上了老板 就得把自己包装一番 她先给自己配了一部高档轿车袋补 浑身欧洲时尚名牌服装 法国化妆品 香水和路易威登手袋更是经常还 一次一位闺蜜过生日 对方当众打开一个礼品盒的包装后 发现里面根本不是正丽说的什么小玩具 而是一打打斩金的百元大钞 在场的朋友看到她如此做派 无不惊讶连连 很快 很多熟人都知道 正丽发了 这时 开始不断有人从侧面打听 她是如何在短期内快速发迹 成为富婆的 正丽毫不避讳 说自己有个非常厉害的海归操盘手 专门投资股票和外汇等等 通过反复操作 快进快出的手法赚利差 很快就能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不过 这种投资专业性极强 还要提前得知很多含金量极高的内幕信息 根本不同于普通小股民炒股 见她说的头头是道 很多人将信将疑 最初是身边的几位亲戚和朋友 投入少部分资金让她操作 其实 他们都是试探性的 没想到 在一两个月内就赚到了相当于存进银行两年多的利息 而且随时可以取钱退出 这时 大家开始对正丽投资的专业性深信不已 见赚钱如此容易 便纷纷主动追加本金 甚至介绍朋友加入 为了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善于应酬的正丽 也经常带朋友参加各类商业酒会和私人派对等等 见和她交往的 都是一些穿着不俗的大老板 大家更加坚信 正丽是个很有能耐的人 所以 就连一些私营企业老板办不来贷款的时候 也主动上门求神通广大的正丽帮忙 其实 对女儿在外面做的这一切 一直忙业务的父母都蒙在鼓里 直到2004年9月的一天 一名姓谢的老板找到正丽的父亲 说正丽帮他们办贷款业务 结果款没办下来 交的一千万元保证金也没了 听到这话 想来连接正职的正妇一下就惊呆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竟然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来 可是 更让正妇吃惊的事儿还在后面 不久 她以前的同事 亲戚朋友等等 又陆续上门 说正丽帮他们理财 炒会 拿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就不见了 见事情严重 女儿又莫名失踪 正妇吓坏了 马上主动报案 2005年初 上海警方开始网上追击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此刻 正丽正和一名年轻老外 柔情蜜意地过至新婚生活 原来 在她写款潜逃前的2004年春天 正丽在上海结识了英俊潇洒的德国人罗泽·罗伯特 见这位美丽的中国女孩见多识广 谈吐不俗 而且出手阔绰 相识不久 罗伯特非常坦诚地告诉对方 她是广州一家外资企业的一名软件工程师 家里只是中产阶层 并非十分有钱 尽管接触时间不长 但这位德国男子 一下子就被正丽的魅力所倾倒 随着两人频频约会 感情也不断加深 有时 罗伯特一天不见女友 就会觉得非常失落和焦急 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坠入情网 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 可又怕正丽和自己谈恋爱是棒大快 所以 罗伯特对自己的家世和收入情况等等 都不止一次地如实向女友说明 没想到 正丽并不在乎这些 问起她的工作情况时 正丽告诉罗伯特 自己在广州生活 大老板在某银行外汇部门工作 有大量资金从事投资业务 收入颇丰 属于不差钱的那种 尽管罗伯特从没见过他所谓的大老板 但对女友的话 还是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 在广州 两人恋爱并同居了 2005年 正丽开了一家规模可观的高档发廊 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白领和阔太太等等 赚了不少钱 但是 后来因为管理不善竟应出现问题 并和合作伙伴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 两人就索性转让发廊 搬到了深圳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正丽很快通过朋友帮忙 搞到了另外四个合法的户籍身份 干脆改名唤姓 2006年 她与罗伯特在香港投资了一家珠宝公司 但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赚钱 出具高额的房租和员工的工资等等 基本上仅能维持日常的开销 正丽觉得 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 再过一百年自己也成不了梦想中的大富翁 要想快速报复 还得另辟袭警 经过一番谋划 2007年6月 正丽使用林毅的假名 和罗伯特一起谎称他们能在德国取得珠宝大额订单 先向一家大型珠宝生产和经营企业的林老板 采购少量价值较低的钻石 并在规定的30天货款支付期限内按时支付 几次交易后 仅他们狠守信用 并渐渐取得了林先生的信任 此后 二人要求对方提供较高价值的钻石 并把货款支付期限延长至60天至90天 林老板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 正丽和罗伯特用取得的高价钻石送到典当行 典当套取资金 一部分用于炒股牟利 一部分用于购买低价值的钻石进行加工销售 还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到期的小额货款 骗取林老板信任继续提供钻石 供期不断地通过典当套取资金 从2007年7月到2008年4月间 正丽和罗伯特共取得了林先生 价值111.34万美元的钻石 仅支付货款18.76万美元 实际骗取92.58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700万元 但因炒股亏本 然后他们神秘消失 也许林老板也不敢想象 正丽和罗伯特此时并没有远走高飞 而是逃逃到了对面的深圳 随后他们开始在深圳广交朋友 然后再利用这些关系 结识寻找投资机会的有钱人 两人对外编造罗伯特为大型基金管理人 德国大家族继承人 以在中国开展融资 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名 混迹深圳的富豪圈 正丽和罗伯特的日常生活十分奢侈 两人拥有至少三辆名车 正丽专职的香港司机 月薪高达五位数 他们住价值数千万元的豪宅 室内装修金币辉煌 月租金达到惊人的3.5万元 还固有一个非雍 在正丽家里 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 能吃到非常正宗的西餐 尤其是产自法国 西班牙 德国和俄罗斯等地的名酒 更是琳琅满目 而这一切 让深圳的富豪们印象深刻 丝毫不给疑心 他们也以此 获得了这些见夺识广的大佬们的信任 那么正丽和罗伯特 又是怎么通过老板们的信任 继续诈骗的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